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取得的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盛世景象 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也滋长了无法遏制的奢侈享乐之心 尤其是由杨贵妃这么一支节语光陪伴 六十多岁的唐玄宗真是找回了人生的第二春 每天就在后宫享乐逐渐疏离朝政 按照诗人的说法就是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造朝 为了方便自己享受生活 唐玄宗就把国家政务都交给了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不仅全力超过了历任宰相 任期也超过了历任宰相 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九年 在历史上李林甫以奸诈著称 不仅在朝廷上打击一起 甚至连玄宗的太子也不放空 唐玄宗虽然亲手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 但是他任用奸相李林甫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 那么曾经贤明善于用人的唐玄宗 为什么会让奸臣李林甫执掌国政长达十九年呢 此刻的玄宗是不是有些老糊涂了呢 李林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苏教授走进板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唐玄宗与杨贵妃第五集 温柔相礼 酿危机 我们前几集都已经讲过了 到唐玄宗天保年间的时候 玄宗本人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进入了老年境界了 而且呢又得到了杨贵妃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这么一个美人 所以呢她就沉醉在温柔乡里头了 郑天就知道对名花 爱妃子 填心词 赏心曲 朝政 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就越来越轻了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偌大一个帝国 总得有人管理啊 唐玄宗这时候处于半退休状态了 那么谁来治理这个国家呢 唐玄宗把这个权力交给宰相李林府了 而且这权力一交就交出去十九年 李林府也就成为唐玄宗一朝中任相时间最长的一个在相 那么李林府他怎么就有这么长的任期呢 除了我们说他办事得立讨 玄宗喜欢玄宗又比较荒唐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李林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异己的工作 谁要敢向他挑战 他先把这个人打下去 李林府采取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我们用一个成语总结 那就叫做口秘复建 什么叫口秘复建 举一个例子 当年张九龄手下不是有一个得力干将 叫严挺之吗 张九龄就是因为严挺之才被霸相的 那当然张九龄霸相之后 严挺之也给贬到地方去做刺事去了 可是有一天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唐玄宗又想起了一个严挺之来 就对李林府说 严挺之现在在哪里 他老是个人才 还可以用 李林府一听这个话心慌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张九龄搞下去的 咱们现在还要来一个张九龄第二不成 表面上对皇帝唯唯诺诺 可是回家就想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他把人家严挺之的弟弟给叫来了 跟他弟弟讲啊 说我看皇帝那个意思呢 其实还是挺惦记你哥哥的 要是能让你哥哥回朝廷一趟 面见一下皇帝 勾起旧情来 没准还能再重用 严家弟弟说 那感情好啊 可是我哥哥现在在江州当次使 他没什么机会回到朝廷 李林府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你就打个报告 说你哥哥得了风瘫了 他患在床了 地方医疗条件不好 需要回京治病 这不就回到朝廷了吗 严挺之弟弟一听这好主意 回家跟他哥一商量 真的打了一个报告 说严挺之风瘫了 需要回长安治病 这报告交到李林府这来了 李林府拿着这报告就去找唐玄宗了 说陛下呀 您看前几天您还跟我说 要再次重用一下严挺之 我还没来得及办这件事 今天早晨居然接到这么一个报告 风瘫了 您看人老了还真是不行了 要不给他一个闲职 让他回京讲病吧 当前都拿了这份报告 也是连连叹气 说那还回长安干嘛呀 既然是这样的身体 那干脆直接去洛阳算了 洛阳那个地方又很繁华 医疗条件又很好 而且那个地方一点差事都没有 那是个闲职 让他到洛阳去养病算了 一下子把严挺之直接弄到洛阳 分私东都去了 严挺之这一下子才知道 李林府安的不是好心的 可是你报告也打了不能收回来呀 你不能跟皇帝说我东西又好了 这不是耍笑皇帝呢 所以只好是哑巴吃皇帘了 这是一回事 再举一个例子 李林府刚当上中书令的时候 不是跟牛仙客搭班子吗 牛仙客实施处处听他的 可是牛仙客后来死了 又换上一个宰相 叫做李世之 这个人呢是李唐宗氏 而且有过战功 也算是出将入校的人物 唐玄宗当时也很看重他 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同平章室 那李林府也感到很紧张啊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李世之 给打击下去呢 有一天啊 他就跟这个李世之讲 说华山有金矿 如果开采出来的话 国库可就满楼 哎 李世之一听马上就动心了 陛下就正缺钱花呢 要是我能把这个信息 汇报给他的话 他从此不就会看中我了吗 第二天呢 李世之急急忙忙赶着上早朝 就把这事报告给唐玄宗了 说呀华山有金矿 采质可以复过 唐玄宗当时对钱很感兴趣 一听呢 马上就问李林府 你知道这事吗 李林府说呀 陛下 这个事情呢 臣早就知道了 可是我考虑到 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 如果开凿的话 对陛下不利 所以我一直没敢提这件事 旁星宗一看 这还是李林府想的周到啊 和我的性命相比 多得一点钱 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就跟李世之讲 你看一看 人家 李林府在想 想得多周到啊 以后有什么事 你先跟他商量一下再汇报 不要再这么冒冒事事的上奏 那这个时候李世之才知道 他是被李林府给耍了 那李林府办这样的事多了 别人就给他总结出来一句话 说李林府这个人呢 口有密 富有贱 口密贱贱这个成语 就是从这来的 李林府凭借口密贱贱 这温柔一刀 清除了不少德高望重 地位快要接近自己的对手 可是这一招 只适用于那些心思比较单纯 政治斗争经验不太丰富的 而且这一招虽然隐蔽 但震恕力不大 不足以树立李林府的威风 那么为了增加自己对对手的震慑力 李林府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 李林府他的第二招啊 可就不是温柔一刀了 而是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为了能够残酷打击对手 李林府还启用了两个得力干将 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吉温 一个叫做罗西士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称号 就叫做库立 那我们一听库立这个名词 好多朋友马上想起武则天时代了 武则天时代不是以库立政治著称吗 一点错都没有 而且唐玄宗时代的库立 和武则天时代的库立 还有密不可分的渊源 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吉温 就是武则天时代的库立 急需的侄子 那吉温是怎么被李林府发现的呢 说起来还是跟刚才这个 宰相李世之有关系 李林府利用华山金矿案 不是成功的让唐玄宗冷落李世之了吗 但是光冷落还不行啊 他又搞了一些事情 想要再折腾折腾李世之 搞什么事情呢 李世之当时不是担任兵部尚书吗 李林府就派人告发 说兵部的权曹 也就是兵部主管选官的那个部门 有集体腐败行为 那你想想 如果说下属部门集体腐败的话 作为长官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他想通过这个事情再冲击李世之 把这个权曹六十多个涉案官员都给抓起来 抓起来就审嘛 让这个金兆尹和玉史台联合起来 审这六十多个人 可是这个事情明明他不是真的 所以金兆尹和玉史台审了一阵子之后呢 没什么起色 这很着急啊 金兆尹就想起自己手下呀 有一个司法小吏 名字叫做吉温 平常办事挺能干的 就把这个吉温给招过来了 说这事呢 你负责审 看看能不能有成效 吉温一听说包在我身上了 怎么审呢 他把这六十多个 这个兵部全曹的涉案官员 都给弄到玉史台的院子里来了 然后在玉史台的大厅之上啊 他从监狱里提来两个重犯 然后就先审这两个重犯 一会儿压沙袋 一会儿坐老虎凳 反正是把能想出来的刑法 都给这两个重犯人用了一遍 把这两个重犯人打得鬼哭狼嚎啊 让招什么就招什么 一会儿把这两个重犯人给踢走了 然后呢 走向 在院子里观看这六十多个兵部的官员 这六十多个官员当时都吓傻了 自己哪能经受得起这样一番折腾 一看吉温来了 纷纷招供 让招什么招什么 而且你检验一下吧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谁也别想说这是屈打成招 就这样一个案子办好了 那李林甫也就就此发现了吉温这个难得的人才 把吉温提拔到御史台了 成了李林甫的打手 这是我们说吉温 那罗西士又是何许人 罗西士呢 说起来还是李林甫的亲戚 他是李林甫的女婿的外生 虽然在心急方面比库利吉温差了一些 但是要论起心狠手辣来 那是一点都不逊色 李林甫也把他提拔到御史台湾了 他希望这两个人张开铁钳 挥舞大网 把所有他这些政敌都给网罗进去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成语 就叫做罗前吉网 李林甫组织起了酷利队伍之后 更加雄心勃勃 他不仅把有能力有威望的大臣 作为自己的对手 而且还把太子李亨 也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当朝太子李亨 不是他腿力的 眼看着唐郑宗已经垂垂牢矣 如果这个未来的统治者 不出于自己门下的话 他一旦掌权 必定会对自己的权利 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于是李林甫围绕着焕太子 制造了三起大案 李林甫制造了三起大案子 都和太子直接相关 哪三起大案子 第一段子是所谓的 伟坚和黄埔为名都解案 伟坚和黄埔为名 这是两个人 伟坚是什么人呢 他是李林甫的表小舅子 所以才是伟坚跟李林甫关系蛮好的 可是伟坚除了有这么一个身份之外 他还有第二个身份 就对他不利了 他是一个财政大臣 我们前面几集讲的一个 赫赫有名的广运谈盛会 那不就是伟坚主持的吗 因为他财政大臣这个身份 李林甫呢 对他又有猜忌之心 更加不幸的是 伟坚还有第三个身份 他还是太子李亨的大舅子 伟坚的妹妹嫁给了太子李亨 他是太子这边的外戚 这样一来 李林甫对他就更疏远了 由亲变书之后 这个伟坚呢 自己感觉李林甫不喜欢他了 居然就投靠了李林甫的政治对手 李世之 那这样一来 李林甫可就不是疏远他了 而是仇视他了 就希望把他拿掉了 这是伟坚这个人 那我们再来看皇甫为名又是何时人 这个皇甫为名啊 早年曾经是太子李亨的首相 后来呢 是以军功起家 当时天保初年的时候 已经当到了和西兼拢右节度使 统领和西和拢右两道兵了 那我们知道 唐玄宗时代在边疆地区建立了节度使制度 一共有十个节度使相当于十大军区 全国的这个精兵强将都在这十大军区集中 而皇甫为名 一个人就兼领了两大军区 所以绝对是炙手可热啊 那么皇甫为名 有太子故旧和边将这两个身份 已经够让李林甫不自在的了 他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天保四载 他从西北边疆回到长安休整的时候呢 居然跟唐玄宗讲 他觉得李林甫不是个好人 希望皇帝能够考虑换一个宰相 那这样一来 李林甫对他可就不能容忍了 怎么样把他也给打击下去呢 他对这两个人都恨 都想打击 正好这时候机会来了 天保五载的正月十五 那不是元宵节吗 元宵节是一个大节呀 普天同庆 这一天呢 太子李亨也从宫里出来 走到街上去看花灯 与民同乐去了 那就在街上呢 他见到了自己的大舅子伟奸 世界很小吧 谁碰见谁都是正常的事情 两个人有这种关系 碰见了自然聊聊天 聊完天之后 太子李亨呢 回宫里去了 伟奸呢 伟奸他可没回家 他跑到了一个道观之中 秉退了道士 悄悄的会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边将 黄甫威 两个人在道观里干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我猜 这两个人其实都恨李林甫 很可能是在那私下一顿李林甫来的 那我们也要知道 李林甫早就恨这两个人了 在这两个人身边都安排了自己的眼线了 这时候呢 这个眼线也就把他们的行踪汇报给李林甫 那李林甫一听眼睛都亮了 他可不关心这两个人在这说什么 他关心的是 太子 外戚和武将 这三条线索居然凑到一块了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变三人组吗 怎么样才能让皇帝相信 这三个人就是一块搞阴谋来的呢 李林甫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弹劾伟坚去了 弹劾的光明正大 说啊 我呢 看见伟坚和皇府为名在道观里私会了 我认为 因为伟坚作为一个外戚 不该在道观这种隐秘之地私会 巅防将领 弹劾的人说这些 一点都没有问题 很光明正大 可是我们要知道 唐玄宗是干什么的呀 唐玄宗就是搞政变起家的呀 像什么外戚啦 道观啦 武将啊 这些名词对他来讲都是相当敏感的 他这神经一下子就被挑动了 他们在一起要干什么呀 听一听宰相的意见吧 就问李林甫 那李爱卿你知道那件事吗 李林甫说呀 这事我倒不知道 但是呢 伟坚和皇府为名可都是贪爱子的人呢 外面疯传 他们好像要拥立太子 并且呢 我还知道 昨天晚上正月十五月圆之夜 伟坚曾经在街上会见过太子 那么李林甫把这些话一说 唐玄宗马上火了 把这个伟坚和皇府为名都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要审一审吧 到底搞什么阴谋啊 谁审呢 就是吉温 吉温是库吏呀 他哥只怕案子小 不怕案子大呀 在朝廷里抓了好多人 另外呢 他把这个触手都居然伸到地方了 伟坚不是当年治理过河运吗 抓了好多民工来挖河 吉温呢 那时候把这些弹果活的民工都给抓起来了 硬要他们承认 曾伟坚也搞阴谋来的 那这些民工除了挖河 连剑都没有见过伟大人呢 怎么可能承认呢 好多人就被吉温给争死了 不过整了很久 其实这个事情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还是一个疑似谋反案 那么疑似谋反怎么办呢 伟坚和皇府为名这两个主要涉案人都给点官了 朝廷里受他们牵连点官的人还有好几十个 那大家说太子不是说太子和他们一起搞阴谋吧 他们都扁了太子怎么样了 太子吓得是魂飞魄散 为了自保赶紧主动跟这个伟坚的妹妹 伟是非子离婚了 算是大义灭亲 那离婚了之后呢 离婚了之后就没事了 唐玄宗讲了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事情到此为止 太子吕亨虽然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李宁府 也值得人气浮盛 因为任何小小的差错 都可能让他无法顺利接班 甚至招来杀身之后 然而太子吕亨自己可以心小神悲 但他无法法证周围的人不给他惹火上身 天保五彩 太子李亨越附加了一次家子攻攻 竟然又把李亨引入了一件诽谤皇帝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太子李亨最终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那李亨福没有达到目的啊 怎么办呢 很快啊 李亨福就又制造第二起大案了 这起大案叫什么 这起大案叫杜友林案 这杜友林又是何许人呢 这杜友林是太子的岳父 杜友林除了有一个女儿嫁给太子李亨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叫柳记的名士 这柳记啊 非常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是一个名士 他很有一些名士的脾气 为人特别的不负责任 特别的暴躁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他的岳父杜友林给闹翻了 那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的话 如果说翁旭两个人闹翻了 以后不再来往不就得了吗 可是柳记不这样想 柳记非要整一整 他的老岳父杜友林不可 怎么整呢 当时韦坚的案子一出来之后 不是太子问题特别敏感吧 柳记就去造谣 说呀 他的岳父杜友林和太子勾结两个人研究衬书 废报皇帝 这个事情一出来 李林府这又高兴了 这不又逮住一个机会吗 赶紧再让吉文去审 把这个柳记啊 还有杜友林呢都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一审呢 这个案子太简单了 其实不就是柳记这无中生有吗 可是你要是这样上报的话 李林府不能满意啊 所以吉文没有这么报 他就抓住柳记去威胁他了 他说你看你这是诽谤皇族 这是一个大罪 按照现在来讲 你应该被处以急性 可是如果你能够咬定你的岳父杜友林 就是曾经勾结太子诽谤皇帝 然后再多牵引出一些人来 那你就有可能立功辅罪 你就有可能减刑 这柳记别看平常非常轻狂 可是到这个时候骨头都软了 他就死死咬住他这个岳父杜友林不放 坚称他确实跟太子一块搞阴谋来 另外他不是明侍吗 他结交的明侍也很多 好多明侍那都是地方的官员 他把这些人也都牵扯进来了 说他们也都跟这个案子有牵连 那等到柳记这边咬的差不多了 吉文这可就凶相毕露了 把杜友林也好 还是柳记咬出来的那些明侍也好 都给弄到大理寺的院子里 一顿乱绑打死了 尸体堆满了大理寺的院子 那柳记呢 柳记出卖了那么多人 是不是他下场比较好 绝对不可能 吉文把他也给打死了 说柳记虽然咬住了这么多人 但他本身也是涉案人员之一 也必须处于死刑 这什么意思呀 灭口啊 这就是灭口了 打死了这么多人还不算 李林府这时候又向唐玄宗汇报 说根据柳记交代出来的问题 地方上那些被贬的官员往往对陛下不满 你看他们卷入这个案子人特别多呀 不如去地方被贬的那些官员之中排查一下吧 派谁排查呢 就派罗西市去了 罗西市哪里是去排查呀 他就一路杀过去了 走一个地方就杀一个地方被贬的官员 杀到后来这些被贬的官员也都弄清楚了 只要罗西市过来就是一个死 而且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还不如索性自我了断 好多人一听说罗西市快要到了 就赶紧自杀了 在自杀的官员里头 就包括咱们刚才说过的伪奸 皇府为名 还有前宰相李氏志 那么柳记不是说他的岳父杜友林和太子勾结吗 这些人也都跟太子有瓜葛 才会死于非命的吗 现在这些人都死了 太子怎么样了 太子又是给吓得半死 赶紧跟那个杜良帝又离婚了 又一次大义灭心了 可是离婚之后呢 离婚之后啊 就又没事了 唐玄宗再次说 不予追究了 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了 李林府对太子李恒身边的亲信 接二连三的突击 让李恒大伤脑机 据实书记载 他因为整篇忧心忡忡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并发漫漫了 看到太子心力交锁 连唐玄宗也非常感慨 就是在玄宗的亲自干预下 李恒顺利躲过了前面两起大案的纠缠 然而好景不长 李林府又利用一次军事案件 密告太子李恒要想班夺权 那么面对这个最敏感的问题 唐玄宗最终是如何处理的呢 天宝六载 李林府第三次出击了 这一次他利用的是一个王忠寺案 这王忠寺又是何须人 王忠寺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个将军 本名叫做王迅 出身于武将世家 九岁那年他父亲就战死疆场了 那么王迅扑倒在唐玄宗面前 嚎啕大哭 唐玄宗可怜这个烈士遗孤 就给他改名叫忠寺 而且把他养在宫里 是和太子李亨一块长大的 发小 这王忠寺长大之后呢 也就流露出了军事天分 所以后来呢 在江堂上屡建工业 那不是我们刚才讲皇甫为名 原来是何须拢幼节度使 后来被贬官了吗 他贬官之后 王忠寺就继承了他原来的岗位 在西北干的相当好 那他在西北有战功 他跟唐玄宗又有这种养父子关系 也算是情同父子 所以呢当时人都认为 王忠寺出将入校的可能性最大 那这当然让李立福很不高兴了 怎么打击王忠寺呢 天巧这时候啊 王忠寺本人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他跟唐玄宗在西北战场的战略意图方面 发生分歧 王忠寺是一个前线将领 主张老成持重 尽量不浪费兵力 而唐玄宗呢 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主张积极进取 他们两个在这个战略思想上有分歧 这时候呢 唐玄宗就命令王忠寺 配合攻打一个 叫做石宝城的这么一个城堡 王忠寺不愿意打 他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他在配合的时候呢 就表现得很疲惫 很不利 当然那个城堡最后没有攻下来 那唐玄宗很不高兴啊 就要治这个王忠寺的罪 就把王忠寺从西北前线给叫回中央来 那李林甫一看 王忠寺有失宠的迹象了 马上他这心里又乐开了 他想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王忠寺这个隐患彻底的下去 不仅如此 我还要让他把太子给牵进去 怎么办呢 李林甫从来是不自己出面的 他又用起老办法来了 派人去跟唐玄宗讲 说呀 我曾经亲耳听王忠寺说过 他要起兵拥立太子 那大家说有人这样讲 唐玄宗他信不信呢 唐玄宗他没啥不信呢 要知道太子李亨 当时已经都四十多岁了 头发都斑白了 说他急于接班 这是合情合理的呀 另外呢 唐玄宗六十多岁了 他最害怕别人啊 就是那些大臣们 想要抛弃他 提前拥立太子 这是一块心病啊 而王忠寺和太子是发小 关系好 又是近人皆知的事实 现在别人告诉他 王忠寺想要拥立太子 他能不信吗 他信了之外 他还要害怕呀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唐朝的精兵强将都集中于边疆地区 王忠寺统领两道 兵强马壮 他要真的想跟太子一块造反的话 唐玄宗能不怕吗 他又信有阴谋 又怕有阴谋 他能不调查吗 所以唐玄宗马上就露出了极其紧张的神色 那一看唐玄宗又有胜高的表现了 李林府觉得呀 这次实际是到了 他就在旁边呢 事实的插了这么一句 说这次王忠寺违抗陛下的命令 不去努力攻打石宝城 太子恐怕是知道的吧 李林府这句话说出来 太子李恒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次是不是真的要倒霉了 是不是呢 没有 李林府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唐玄宗本来很紧张的神情 居然又逐渐放松下来了 唐玄宗就说了一句话 说呀 沃尔九居深宫 安德与外人同谋 此地妄议 但何忠寺 阻挠军功 说我儿子一直住在深宫之中 怎么可能和外人联盟搞这种事情 说我儿子牵扯进去 这是胡说八道 你们只需要追究一下 王忠寺阻挠军功的责任 就可以了 这话一出来 一下子把案子的性质给定下来了 这是一个军事问题 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军事问题有军法处理 王忠寺被贬官了 可是太子们 照样毫发无上 李林虎虽然整大臣们是百发百众 几乎无疑失手 但是在打击太子李亨这个问题上 却彻底失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传统史学观点一般认为 这是由于太子李亨小心谨慎行事 才最终保全了自己 那么 蒙曼福教授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我觉得呀 这个太子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 固然能够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绝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问题在哪里 关键问题在唐玄宗身上 唐玄宗是可以容忍宰相打击异己的 但是唐玄宗绝不允许宰相 废了太子 唐玄宗为什么能够容忍宰相打击异己 我们讲过这其实是唐玄宗当政的一贯原则 他的一贯原则就是用人不移 既然已经把朝政交代给李临府了 那么朝廷就是李临府的势力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头 他只要能够保证朝廷正常运转 就可以至于说具体的人事安排 唐玄宗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因为唐玄宗这种纵容姑息的态度 所以李临府才能够屡屡得手 打击对手才能百发百中 可是呢 在太子问题上就不一样了 一方面 唐玄宗 他是不愿意太子形成自己势力的 所以他会容忍甚至默许 甚至纵容李临府去减除太子的语意 这样不是才能防止太子势力过大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 唐玄宗也不愿意更换太子 为什么不愿意更换太子 首先这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 另外更重要的是 他也要用太子来制约李临府的势力发展 你想啊 唐玄宗已经把朝政都交给李临府了 那如果再让李临府左右太子的这个势力的话 那么李临府的势力不就会无限膨胀 最后难以遏制了吗 那如果李临府真的把现任太子搞下去了 他再拥立一个太子 那他和太子可就成为一条战线上的人了 万一他和新太子两个人联手 把这个老皇帝唐玄宗搞下去怎么办 这是唐玄宗做无法容忍的 相反只要现任太子不倒 李临府就没有办法和他联合 就会始终感觉到莫大的威胁 就会死心塌地的为唐玄宗府 这样一来太子也好 宰相也好 要向立足 只能全心全意的投靠唐玄宗 这就是玄宗的政治智慧 也是玄宗的领导艺术 大家说到李唐王朝这些人 谁聪明 好多人说李临府聪明 其实不对 唐玄宗才聪明 唐玄宗一手操纵着两个人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 这样的领导艺术虽然有利于维护唐玄宗的统治 但是对国家而言可就没那么有利了 首先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中 开元初年早已销声匿迹的酷吏 又在政治舞台上重新活跃起来 那么第二点 因为唐玄宗放任李临府专权雇虫 打击政敌 所以很多优秀的人才就离开了朝廷 甚至离开了人世 这样一来呢 唐朝的人才储备就上不去了 逐渐就处于一种清皇不皆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人才凋零 皇帝昏庸政治斗争残酷的情况下 一支新的力量奏上政治舞台 这是谁呢 请看下集